強調金華城案相關人等 一旦被起訴判刑就會停工 必案延燒 不過外界關注庭建 會不會淪為大巨蛋第二 對此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表示 一切依法行政 證據到哪 市府就會比照辦理 不過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可不這麼認為 質疑北院裁定引發外界討論 因為都發局今年一月的新聞稿 被黃國昌認為是為精華城案背書 對此副市長李四川也出面打臉 是符合都市計畫法的程序 但是是不是釋法 那當然就要看法院怎麼判定 所以我們沒有說跟他講說合法 是符合程序 該有的公開展覽 該有的都委會 都按照程序判理 對於有爭議的都根容積獎勵 20% 市府並沒有說明合法 只是符合都市計畫法程序 但是否釋法還要看法院裁定 議員也質疑雖然程序合法 但不代表沒有圖利問題 計畫程改建案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 未來充滿變數 三新聞將會不會花台報導 kta